10、11、13 我們現在要給各位介紹 Arduino本身的數位輸出 因為配合我們S4A的Squatch的程式 它的能控制的數位輸出的角位只有10、11跟13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把10、11跟13 就接到我們LED的正極 接到LED的正極 然後在LED的負極就接到電阻 接到保護的電阻 然後接地接回到Arduino的板子上 那麼這個程式本身 我們之前程式就寫好了 所以Arduino本身也可以是一個離線 不用跟電腦連線的裝置 那這個部分 我們是透過改寫成IDE的程式才傳上來 那如果你要用S4A 然後又用離線的話 那你就必須用到無線的模組 比如說藍牙或是無線的Wi-Fi 那在這邊我們沒有這樣的藍牙跟Wi-Fi 所以我們是用IDE的程式直接寫進來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當我外接電源插上去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9V的電池 它就可以使用 因為它的輸入範圍可以從7V到12V都可以使用 那不同的Arduino的板子 可以接受的程度也不太一樣 網路上也有看到 可以接受到24V的也有 所以這個是它的數位輸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LED 它只有亮或者是暗的兩種變化 亮或暗的兩種變化 它沒有漸漸變亮或漸漸變暗的變化 這也是一個魔女紅玉燈 魔女紅玉燈 我現在有些魔女紅玉燈 可以接受到一個更加加強度 可以接受到一個更加強度 可以接受到一旦 那麼多加強度